好會做人 修傑凱播種成功 賈靜雯賭藏五月千金 恭喜賀喜四十歲 賈靜雯再度當馬 她和小八歲男友修傑凱 今天在臉書發稿 更正公布懷孕 女兒無童妹一穿上婦女裝 一起入境 修傑凱誇無童妹是小天使 一度陪伴我們 迎接另一個秀秀天使的到來 謝謝女兒賈靜雯寶 謝謝你的無童最幸運的人 這句話也是謝來謝去 感恩感恩 比三加一的畫面 雖然都破表 這是無童妹七五的這肚皮 已經懷孕五個月 是個女兒來著 相差八歲的賈修戀 去年甜蜜爛劍 臉情曝光 當時穿意交往半年 因為我都很真心地在交朋友 之後越來越大發行 越來越高調 有這個計劃嗎 就是付求婚的時候 我再想一下好了 我會努力 經驗的 比賽 看看吧 上個禮拜 大家還在敲碗假修結婚 但有好消息 一定會告訴大家 所以現在說起來 很穩定的境遇到嗎 很穩定的 非常穩定的 你怎麼說呢 就是很穩定 當時賈靜雯還真的已經進入了穩定期了 記者神預言啊 嗯 恰之算來 賈靜雯收運期間大約落在去年底 當時賈靜雯忙拍戲 台灣中國兩邊跑 想來靠我們兩個禮拜見一次面 進入賈靜 其實熬太疲累我都是靠他 因為高齡產婦的賈靜雯 在中國拍頂型的翅膀期間 還請導演幫忙 表明不能太累 不能有拍肩膀的戲 只要太勞累 動作太大的 就請替身上陣 表演喊他 賈靜雯就回車上休息 插上心帶兒 他腹中原小明步步 下兩口還沒登記 當婚禮計劃中 賈靜雯傳喜訊 他的前夫孫志浩 沒接電話 不知回應 才按賈靜雯傳過 蕾絲情的明天恐慌 仔細知道賈修煉後 就運用四海也要上去了 兩個月前 他就知道賈靜雯有孕了 目前應該就講著一袋遊覽 你回來 按來阿將伯樂老師 一次測試算完嗎 不倒 兩千元請獻兩千元 最終於指定的 實戰機構 你爆料我捐款